上海車展18號正式開始 只見兩位展場員工 對中國人揮著手拒絕 說冰淇淋發完了 但沒多久卻發現一名外國人 認真挑選冰淇淋 工作人員滿臉熱情招呼 手把手教學打開蓋子 讓拿不到冰淇淋的中國人看傻了 上前再要一次 悲劇民眾再次上前理論 得到這是限量版的冰淇淋回應 所以拿不到 影片PO網後 點燃中國的民族情緒 原來這起冰淇淋事件 發生在20號 有網友爆料說 上海車展的B&W mini展台 工作人員在發放冰淇淋時 疑似區別對待中國人和外國人 因冰淇淋引發公關危機 大大衝擊B&W股價 截止這20號台灣時間晚上10點 每股跌破百元大關 來到99.29歐元 相當於台幣3300多塊 跌幅將近4.33% 市值跌掉近30億歐元 相當於新台幣1000億元 對此中國mini在微博上發文 表示道歉 他說本來是想給顧客送甜蜜 沒想到被工作人員 一時疏火給搞砸了 對此他們深表歉意 並會責令員工進行整改 道歉發文南席網友怒火 甚至還有網友肉搜 這兩位工作人員 紛紛留言崇洋媚外 指稱B&W根本是入華 區區台幣100多塊的冰淇淋事件 連帶引爆中國網友 抵制B&W 因小失大 三連新聞 林志祺報導 早安 早安 再次就算翻譯